真正式 如果你願意的話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今天上課 趕快上一個 同學 我們上禮拜 他上課也有談了� los f ata 對不對 有沒有講到這部分 有沒有 有沒有 有嗎 什麼叫 slide 你們對這些所謂的實驗的東西 你們有一些概念 就是說 這個可以量脊椎 可以量任何一個非常簡單的工具 就可以量徹底的我們身體立體曲線的一個截面 這有沒有問題 大家記得我的Mauri camera 記不記得那個很高線的那個 有沒有 所以有很多的 我談人音 人體同學 有很多的儀器可以幫助我們來做一些 是講人音到最後的話 有非常多的實驗的儀器可以協助我們 幫助我們 那和我們比較有關係的就是 老師 這幾個的儀器 OK 這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對不對 老師上禮拜 上上次上課講說 有非常多的人是有脊椎側腕的 對不對 脊椎側腕可能有很多的原因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知識的不正確啊 OK 知識的正確包括我們這個 座椅啊 OK 我們坐在椅子上 對不對 知識不正確也會脊椎側腕 包括睡覺 OK 睡覺知識不正確也會啊 日機內緣 另外呢 就是這個 工作的傷害 工作的傷害啊 所謂工作傷害呢 有一些人 他需要扛很重的東西啊 或者兩個肩膀的受力啊 是不一致的 OK 這個就側腕的可能性就很高了 所以工作環境的設計就變成很重要 工具的設計變成很重要 好 我看一下 各位同學 我就算瞄了一下呢 來 老師瞄瞄瞄看你們的座姿齁 三個 四個 五個 六個 六個 老師瞄瞄一下你們怎麼做 這帥哥 腳跳得好高涼喔 好帥喔 沒辦法 沒關係 OK 因為老師這樣假就放下來了 OK 老師只瞄解一下這個 座的習慣齁 我剛剛同學 老師瞄了一下呢 好多同學的座姿真的很優美喔 對不對 好美喔 當然林志玲差不多 但有幸与不幸之间 林志玲翘腿她没有脊椎侧弯 说不定你们就会脊椎侧弯 OK 座椅呢 翘二郎腿 可能是脊椎侧弯的一个凶手 为什么呢 各位晓得我们正 老实不讲嘛 姿态任何不管工作环境 或者不工作的环境 休息的状态 正经萎做对不对 正经萎做目不切实 那是最标准的 对脊椎最好的知识 可是我一做久了以后呢 会疲倦疲劳对不对 所以知识会开始改变 一旦知识改变到 要翘二郎腿的时候 就晓得翘二郎腿的时候 连脊椎已经开始变形了 懂吗 那 会翘二郎腿是必要之二 因为可能我们的椅子设计不良 对不对 我们的脊椎两只后背 这个后背的大背肌 不够力量 可能我们腹肌也不够 运动很少嘛 对不对 运动小的话就是这个 脊椎撑不起来啊 所以为什么运动很重要 在这边 OK 运动是最重要的 脊椎会开始 我们做脂肪会开始 这个不舒服 可能和我们脊椎 我们的大背肌力量不够 不能支撑它 所以要调整 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 座椅的设计不良 对不对 所以设计的不良 包括它的 座面还有这个背面 都角度也不对 还有那个支撑也不对 对不对 另外一个还有可能是什么 我们的座面有没有 椅子的座面的设计 可能有问题 其中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就是说 有很多的椅子呢 它设计啊 好像家里有很多沙发椅 有没有 很厚的 对不对 你坐下去 那个座椅的椅面呢 贴附着我们这个的大腿 然后呢 我们膝盖 膝盖的背面 有个叫西窝 知道吗 窝 小的窝吗 贼窝的窝有没有 窝 鸟窝的窝有没有 就在这里啊 这考试都要考了 其中考一定考了 这西窝地方呢 不通风 OK 当我们膝盖这种密合的时候 有没有 这里不通风 结果是怎么样 你们的经验 不通风 都很谦虚啊 帅每个都在右边 我们的西窝是不是有时候会痒 会不会痒 有没有东西会痒的 有没有东西会痒的 请举手加分 所以连加分都不想要 实在是很悲哀 会不会痒 会不会痒 那不会就不加分 老师要告诉各位 我的西窝有时候会痒 做久了以后 对不对 为什么会痒的不通风 流汗嘛 我们的西窝是非常多的汗线 知道吗 我们的大腿这个地方也很多 会流汗 汗线很多 OK 我们的夜窝 有没有这里 夜窝嘛 对不对 这会不会流很多汗 会啊 所以这个地方也是啊 就是不通风嘛 我们这些都是 你看 我一直留个热度嘛 这个就是汗线又多 OK 所以这汗线多地方 这久了以后呢 就发热啊 发热怎么办 同学非常本能的 就二郎腿的翘起来 对不对 我们的这些 所以你是非常有智慧的人 不要让这里发痒啊 这个对不对 汗出了太多汗 会有体味的 味道 所以翘二郎腿是很智慧的 但是 也会引起这个不必要的脊椎侧断 久了以后 OK 像这个梅林 他做的 哎呀 这就是 这都没有撑住嘛 对不对 开始往下 OK 椅子的设计不良呢 会产生什么 就开始往前滑 有没有 会不会 做久了以后往前滑 滑到最后 人的整个都平躺在地板上 会不会 对不对 会不会 所以好的椅子的一个支撑 是so important OK 我们一天坐在椅子上 非常长的时间 知道吗 对 老师就告诉你 这些考试都要考的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椅子 大家听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